小姐姐追剧 好 是一跺脚就让亚洲懂一懂的林氏集团总裁林Boss 好 是热播剧恶毒女配夏琳 好 是拥有一流公关团队最好造型师团队 只为夫人服务的夏家周宝 好 是嘴炮之王遇到攻击疯狂输出的林家睦睦 她的唯一任务就是赚钱养睦睦 为什么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赚钱养睦 她的唯一任务就是说服她 我一定能说服林宁宙 她热爱开快车的男人 开快车的男人 好帅啊 她热爱开快车 你看我说了吧 开快车很容易出事 她终于用天真取悦她的目目 你的天真取悦到我 她爱上了梦中情人无脸蛋 大家好 我是在这剧帮你排雷的小黑 去年情人节我们一起看了一部年度甜剧 奈何Boss要娶于我 对 就是那个电视剧名已经黑羞耻 小说名字更羞耻了豪门游戏之 私宠甜心宝贝那部剧 肯定有黑的诞生电影有着跟我一样的疑问 第一部夏琳和林一周不是都结婚上纸了吗 那她第二部要演戏啥子呢 诶 那我就怀着 看她要怎么拍出花儿来的好奇心 打开了第二部 等等 第二部的设定居然是另一个平行时空的 林一周和夏琳谈恋爱 哇 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调料 同样像龙卷风一样快的爱情 看得我在屏幕前 黑脸红扑扑 全层一目像 啊 你看他们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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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开始发疼 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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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剧讲的 木义成舟CP 男色定情 办公室订婚 先婚后爱之 霸道总裁爱上恶毒女配的爱情故事 霸总林一周的兴趣爱好就是逗夏琳 比如他会在机舰厂一本正经的和夏琳进行着机舰结束仪式 还对夏琳进行亲手礼 这也是机舰的礼节之一 等等 你这难道不是在调戏吗 再比如他会和夏琳说 为了演情侣不被穿帮 需要提前演练 所以在做饭的时候 就故意把领口开得大大的 对着夏琳一步两步的靠了上去 哎呀 放错蝶了 重新来 嗯 拿个围裙就完了 这里不止夏琳被溜了 我也被溜了 他居然还一脸无害的说别动 我 好的好的 我不动 你来你来 在再比如 灵异洲对夏琳进行了一番自我剖析以后 都把夏琳扑倒了 这个场景看起来是不是要撒糖啊 啊 但是夏琳的闺蜜 刷的一下就杀到了 灵异洲都被夏琳推到厨房藏了起来 然后夏琳跑去开门 我以为我的糖就要这样戛然而止啊 没想到灵异洲会躲在冰箱附近 偷亲来拿饮料的夏琳 都夏琳耍 灵力 家里是没有饮料了吗 灵力 家里是没有饮料了吗 灵力 什么意思啊 就是紫面意思 什么叫江湖不解啊 发现就发现 反正我们已经订婚了 我们是几个婚姻 别讨乱 让开 鬼知道灵异洲在冰箱内里偷亲夏琳的片段 我看了多少次哦 讲完了灵异洲的兴趣爱好 我们来说说夏琳的兴趣爱好 夏琳的兴趣爱好呢 就是坑灵异洲 比如第一集的时候 就来了场偶像剧必备的泼水争霸赛 比赛马上开始各就各位 将会是哪位女士抢得泼水的资格呢 是那位在上盘嘴炮被怼了牙口无言的真律师呢 还是那位在嘴炮环节躲得胜利的夏琳师呢 诶 夏琳师失去了主动权 迅速做好了防守 好的俏两一个转身 顺利避开攻击 first fight 灵异洲重击 再比如 一起去参加情侣真人秀 灵异洲因为怕狗 所以都留在房间头 没有去录制现场 夏琳都说灵异洲是因为水土不服 拉肚子才没来 跟着起来 导播就开始全场广播这件事情了 灵异洲先正水土不服 正在拉肚子 我们大家再等他一下 灵异洲先正水土不服 正在拉肚子 我们大家再等他一下 灵异洲先正水土不服 正在拉肚子 我们大家再等他一下 诶 你那个导播 难道不怕我们的霸总让你下线吗 再比如 节目组安排的房间浴室是没有门的 为了不让灵异洲偷看它 坏者是做出奇怪的举动 夏琳都把灵异洲捆在了厕所头 这样还看得见吗 很好 但我听得到 等等 离这个跟其他偶像剧不是一个套路啊 正常的偶像剧不应该是那种吗 再再比如 灵异洲货醉了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找方向盘 夏琳告诉她 她的方向盘就在她前面 还录起了小视频 我的方向盘呢 我问你有没有看见我的方向盘呢 你的方向盘呢 我要开车回去我总得有个方向盘嘛 对不对 我的方向盘呢 你的方向盘就在你前面 你先生就能够到 看到了吗 就在你前面啊 对就在这儿啊 看到那两人是不是有大兄弟们要说 不就是个绝对快的甜宠剧吧 拜托 不是所有的甜宠剧都可以被称之为甜宠剧的好吧 在我们眼里 一个好的甜宠剧要具备以下三种条件 甜宠剧标准一 选角要合适 选角真的很重要 演员不仅要长得好看 还要有CP感 不要以为随便找两个人放在一起耍朋友 就会让我们尖叫到上头 我们也是很挑的好吧 在LAB剧里 徐开诚和王霜两个人放在一起 哇 那个CP感 杠杠的 他和他甜蜜的不像话 完美的通话 我的他在哪里出这样 我谁能回答 哦哦 谁能教我恋爱的魔法 变奏感情的 麻瓜 如果有功课教练爱发 我会每天真实的卡 可惜我不是桑桑瑞拉 没有仙女教我学法 没无邪不能深闯出发 他能找到我吗 谁能教我爱的魔法 让他能转切到达 如果有功课教练爱发 我要自定名装的他 让我心脏扑通扑通 跳跃的他 说真的 奈何BOSS的选角真的是非常的可 男主徐开诚 187侧脸棱角分明 真挚而不由力 用一句霸总文理的描写来说 豆丝 双腿顶直而长 洁白的衬衫 衬着他高大挺拔的身材 领口松了两颗 在我上是一张浓郁的能让人窒息的脸 深邃如灼的五官 健美生目 挺直的鼻梁下 薄唇微微张开 性能致命 毫无违和感是不是 但如果还成黄小明 双腿比直而长 洁白的衬衫 衬着他高大挺拔的身材 领口松了两颗在我上 是一张英俊人人让人窒息的脸 深邃如灼的五官 健美生目 挺直的鼻梁下 薄唇微微张开 性能致命 哦 但或者是换成成师辰 呃呃对不起打扰了 我知道你们肯定已经在弹幕上 刷了很多diss我的弹幕了 我打住我不再举例了 同样是强吻 林毅宗和夏琳都是小情侣玩闹 再换成黄小女儿 告诉她 我是谁 看到这个 我都只想用戒壁剧组 爽解的一句话送给小明哥 对不起小明哥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要拉踩 我是真的忍不住 我觉得你在冲碗头还是黑帅脸 我不要你觉得 我要我觉得 说完男主我们再来看看女主王霜 王霜呢是郁姐脸 可攻可蒙不撒白 对比一会儿隔壁的那位女主 天呐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对不起 不要以为你的名字头强行带了个甜字 你都可以叫做甜宠剧了 好了第一条标准呢 我们就说到那点 我们再来看看甜宠剧第二个标准 甜宠剧标准二 演技一定要自然 男女主长的好看有CP感 决定了我会不会去看 而有没有演技 则决定了我会不会追 甜剧里头真的嘿多羞耻片段 演员演得不好真的嘿容易翻车 如果我想要完全恢复的话 就得更加深入的 不停的反复的刺激 对不起打倒了 但我们用木耳全都CP来洗洗眼睛吧 其开场的林义舟 无论是霸道总裁的高冷 还是对义中人的书 和国人小阴谋得逞的笑 都能演绎的到位 刚开始呢 以为这个霸总是个小狼狗 但当我看到他去片场探班 刚好夏琳在拍吻戏 那个林义舟都嗷嗷的盯着开 那个样儿简直都是活生生的小奶狗 还有他在带走夏琳的时候 还不忘了好友一瓶国人活号 剩下一半的绿色饮料 对他进行祝福 这不是我平常喝的那家 你和你家倒闭了 要想生活过得去 下一句是什么呢 王霜在饰演夏琳的时候 演技非常的自然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片段 林义舟答应帮夏琳解决诡文 但没有告诉夏琳 具体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直接就在发布会上 公布了他们订婚的消息 这个时候夏琳表现出来的惊慌失措 但又不能暴露自己 并不知情的那种震惊以后 立刻收回来的隐藏反应 让我不禁感叹 那终于不是那种 灯眼灯眼灾灯眼的 撒白甜女主了 感谢导演大大拯救我的眼睛 那么一个演技自然的男主 加上一个演技自然的女主 等于什么呢 当然是等于步调一致的表演节奏 等于不辣眼了 在第一集里 夏琳去找林义舟帮忙解决绯闻 但是呢 我们的霸总一直在套路 夏琳小可爱牵着她的手不放 求求你帮帮我 好不好 好啊 你要做的就是准备好 参加新闻发布会 好的 我一定会全力配合的 你说 看到这个口袋了吗 里面有个东西 帮我掏出来 哦 好了 戴上 这个桥段要是放在平时 我真的都是满脸问号了 什么鬼情节 什么尴尬的姿势 但是在最烈部剧的时候 看得老夫真的是满脸野魔笑 徐开诚和王霜在处理那段 诡异的桥段时都黑自然 没有通过夸张的表情 和大幅度的肢体表演来体现 而是通过表情和细节的方式去处理 徐开诚会自然的 时不时的看着手 王霜也没有加些惊讶 或者窃喜的表情 他完全当那只手不存在 让身为观众的 我看着真的不尴尬 最后我们再聊聊 甜宠剧的标准3 配角也是要招人爱的 在一部剧里 配角虽然是绿叶 但如果表现好了 也会成为黑多人追剧的动力 黑多偶像剧的附线 都只是为了让男女主搞对象 而存在的 天天围着男女主传的工具人 而在奈何Boss里 他的附线有三吸引地楚言 洁癖特著文力 玛丽苏编剧假飞 他们的存在 不仅是为了助攻男女主 更是贯彻这部剧的宗旨 爱情甜口 一甜到底 一干演员虽然谈不上 有多精湛的演技 但在如此羞耻的 玛丽苏小言剧中 没有丝毫的大演 看起来没有一点不适 特别是那个傲娇助理 和编剧 大大那条线 真是承包了我一半的糖 他是酒吧偶遇 一夜情 赖上我的甜蜜娇妻 一个助攻男主 一个助攻女主 一个拼命跑跑跑 另外一个拼命追追追 真的是非常的渴 还有那个储伙伙 看预告 他的CP线应该是和 Lolita妹妹 哇哦 你们看他那个设定 三溪影帝 与Lolita千金 何不渴 我觉得非常的渴 真的是黑响黑响黑响知道 他们到底是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总的来说 甜蟲剧真的不需要请亮眼的咖 不需要魔改小说 也没有必要有狗血的三角链 动不动都睡里闺蜜的那种剧情 只要男女主角选得有CP感 演技在线 他的副线不是专职工具人 剧组也够诚意 剧情够自然 不要瞎掠 都会是一部非常有观众缘的甜蟲剧 但是我的要求是不是还是很高 可是奈何BOSS做到了呀 不撒白不逆人 还有都是 第二季真的是奈何女孩们的狂欢时刻 他们终于终于有赞助商了 上一季他们真的惨兮兮 女主角王霜剧都播出了 工资还没减 后期呢 是播两集做两集 音乐靠赞助 第二季的他们肉眼可见的报复了 我们可以看到 一座角都让亚洲抖一抖的港东首富 不再是只有一双红孩子的灰姑娘 不再是办公室只有塑料椅的办公主任 也不再是别墅只有百度图的霸总 他们的女明星 也终于在第一集走上了 欣欣恋恋说了一整季的红看 不再是一季只有一个包 也不再是拍完了 戏都播了 还没有拿到工资的女主 让我们恭喜他们 赏花 好了 赖和女孩快快先生 告诉我你喜欢这部剧的理由吧 我是带你追剧 风力排里的小黑 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投币点赞收藏转发 再见